我又在講什麼叫舊世界新世界 大家但凡讀基督的讀天主教的 還有基督教的 人類同地球有史以來可以記載的歷史 它都是在什麼情況下有變化的 天災人和和戰爭 永遠在這個情況下進行了重複 反復輪迴 進步進化 但非常抱歉 也很殘忍 就是人類的文明 要不就是天災 要不就是人魔 戰爭 現在我們面對著什麼 變成了一個最大的共產黨的 人道的 戰爭 人類面臨著最大的威脅 比戰爭更可怕 這場病毒已經開始之日 已經將過去的一切打破了 為什麼船現在這麼厲害 舊世界方式已經過去了 你再想回到以前 好像我說這樣的自由的生活 是沒有可能 現在在船上 大家都在建造自己的獨立的生活圈 我告訴你 全地球你和我找一個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你和我找出一個 你直播 好像我們這個手機 那樣連線 連線能夠看到這個畫面 什麼燈光都不需要打 不需要服務的 你和我找第二個 是不是 還有這種聲音 能幾個人在線 你和我找第二個 為什麼全人類70億人 沒有人做到 我們做到了 為什麼這個世界這樣 因為我們早知道舊世界結束 新世界需要我們這種溝通方式 需要我們這種智慧 我們對新世界的道理 完全是預知 信心 情報 完全把握著 我們有這個能力 我們有這個智慧 我們有上天給我們的幫助 全地球那麼多人 什麼就輪到你有GTV 你和我去找其他 你個網那個網大把 你和我找一個這樣的 你想想共產黨有幾牛 這個Zoom 他能不賺錢嗎 一個月不到50天 就搞定了幾十億美元 為什麼 他將美國的這個技術 他將自己的政治野心 氣旋計劃 和病毒到來 人民所有的需要 全部把握了 這個就是Zoom 抖音迅速爆升之前的原因 美國人意識到了 你賺的不僅僅是我的錢 你要的是我的命 你不僅僅偷的是我的技術 你偷的是我的未來 抖音堆壞 微信堆壞 百度堆壞 阿里巴巴堆壞 馬雲雲 通通堆壞 他是必須的 但是誰把握了 我們GTV G系列 把握了 這個叫什麼 新世界和舊世界 最大的差距 就是真和假的差距 善和惡的差距 等下 見到你 阿里巴巴巴堆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